我等一下让他找你去拿嘛 啊 等一下让他找你去拿嘛 关于要是我忘在马边了 啥时候忘在马边呢 又忘在马边了 我放在家里面我忘了拿了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我们回来的时候你怎么不说 现在怎么又忘在马边了 不是忘了要是忘了没事呀 我们都有指纹 问题是他没有指纹呀怎么弄啊 我们可以用指纹或者扫脸都能开门 那他咋整呢 那我让他回去吧 我觉得最好是什么 你陪他一起去 因为你的指纹能开门 你的你的脸可以刷开门 是吧 他没有指纹 他没有录指纹 怎么怎么开吗 我建议你陪着这个小雨一起去 他加班 我觉得怎么样 他加班 我凭什么要陪他去呢 这不合理呀 我等一下有有局啊 你忘了啊 我要出去应酬的呀 我他自己学生上班了 应酬啥应酬不是 不就是出去吃个火锅吗 你应酬啥呀 那也叫应酬嘛 不是主要是助理刚才说的一句什么话 知道吗 他说他说我在他眼里没有优点 除了给他发工资 没有优点 知道吧 我在想 你怎么能说领导没有优点呢 那你想既然这样 我还为什么 我那我得给他点工作做呀 对不对 优点是什么呢 不是刚才刚才直播 因为刚才直播间的家人们都带节奏 说我当助理的我平时看千总的眼神说不正常 说家人们说通过看我看老板的眼神里说有不一样的客人在 他平时看你不是眼神吗 小冬 他平时看你不这样吗 我觉得看你也是这个眼神啊 我觉得看你也是这个眼神啊 对不对 他平时看你不这样吗 他平时看你不这样吗 我没有看过他的眼神 他也没有看过我的眼神 所以说呢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眼神 他也不知道我是什么眼神 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眼神 是家人们在直播间抠说 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 然后在他就说说他对我怎么怎么样 我就一脸懵 我不知道他说话啥意思 他说话总是话里有话 就是听不懂 他在说什么 我脑子都炸了 我cpu都烧干了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意思 他我跟你说他刚才说他回他想他想结婚 我说那行啊 他说他说在这边工作人生地不熟的 他想谈恋爱了 我让你回去谈恋爱吗 我放你回去谈恋爱吗 然后他又说他不想走 他说他这边工作没工作够 对我在这刚来我不是要走吗 你这样子 那个小雨啊 他虽然是领导 但是呢目前这边是我来负责对吧 那这样子 嗯 过两天我把你调回去 调回哪里去 呃到时候再看吧 你听我安排就ok了 我没想调走啊 懂我啊 我没想调走啊 但是你这样子 你在这里会影响到这个千总的一个工作 因为 我发现不是他影响我 是我在影响他 我感觉 我在耽误他谈恋爱 你知道吧 他给我的这个 他起来就得了呗 你们俩谈恋爱不就行了吗 工作也有了 恋爱也有了 不是小冬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比他大那么多岁 他都 我跟他妈差不多年纪大 人家没嫌弃你大呀 你还嫌弃人家小啊 不是 倒一下 不是 他什么 你知道吧 你有几个臭钱你了不起啊 不是这根钱 臭钱的买的买的买的回青春吗 对 青春还是无价的呀 骞总 哦 老板 支持他们两个在一起来支持 你给我打个支持 我要 我要证明啊 家人们 其实我对钱总没有任何想法 真的 他只是我老板 对 真的 你们 不是 这是啥呀 你对老板有没有想法服送味啊 咱家人们都支持呀 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吧 不是 等一会儿 你 不是 等会儿 你们结婚吧 我才刚来一个月 我觉得什么好婚呢 不是 家人们 那我等会儿 我捋一捋 他 00后 我跟他妈妈差不多年纪大 我们俩 年纪差太多了 不行 知道吧 而且第二 他没有说他喜欢我 我平常要 我非 为啥 非得要把这个角色代入到 这种这种这种情况呢 什么叫我没说我喜欢你 那我就 不是不是不是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我不想听 我想说 就是这个事儿的 我走 不是 你回来你等会儿 那你去加班吧 你也你喜不喜欢人家吗 他 他21 大哥 21 不说年龄喜不喜欢 哈哈哈 不是 我没想 我就没有想过这件事 你不要你不要带我节奏 我真的我就没有想过 那你现在想一下 你喜不喜欢我 我怎么想我现在怎么想 我现在脑子是乱的 我不明白他到底什么意思 他竟然送过礼物 知道吧 他说感谢我 我说你请我吃饭可以 但你要送我礼物我接受不了 礼物是很暧昧的对不对 啊 但是他又说他又说他他他他他说 就觉得我 我什么女孩子要什么手链啊什么 用什么项链啥的 然后又要给我买衣服啥的 我觉得这事儿就太太那个了 知道吧 你看红姐都说了你嫁给小冬呢 不是 你们你们这个东西我没我没我没 我没没明白家人们 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 我跟我都说了我跟小冬 现在就是什么呢 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对吧小冬我们俩 我们俩我们俩 我们俩就是呃 要什么呃 像家人一样现在对不对 什么像家人一样 我觉得我对你挺像家人那样 我对你挺关心的吧 对不对 我对小冬还是挺关心的 对他挺好的 我承认 因为他是我的 把他当弟弟看嘛 对吧 但是 不是你们怎么就乱点鸳鸯谱呢 一会一会就这样一会那样 到底是什么情况 嗯 这啥意思啊 家路玩反式就玩啥呀这是 你你点一下 添加 我看一下这个是多少秒呢 哎 这啥呀 我也不知道啊 你在干嘛 控制攻击 主播 a 这啥呀 你看明白这啥了吗 对方要用你PK接受 哦 这就正常了 这啥呀这是我总不明白 你们现在年轻人玩的太花了 21岁 他21岁 我也才20多岁 我也才25岁 我26岁的还没满呢 对呀 我下个月我我下个月就满26岁了 叫什么 哈哈哈哈 天总小冬是把你当姐姐的 小助理就不一样 那儿不一样了 他们俩都把我当姐姐 其实 对不对 没有我只把你当成领导 小冬把我当领导 偶尔呢心情好了叫做前姐 我真把你当姐 对吧 对是 我我因为我俩认识这么多年了 他现在看 因为说实话 你跟我姐姐也差不多就是 哎反正就是在日常生物中 或者怎么样也一直在帮着我 对吧 然后呢我姐姐也是这么一个人 然后心里呢都是挺杀凉的 说实话 所以说真把你当成姐 对吧 你看小冬把我当姐姐 这个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的真的 你要把你当成姐姐呀 他不把我当姐姐 那就当领导嘛 对不对 小雨 小雨 你把她当成什么 当成姐姐 还是当成领导 还是当成朋友 还是当成 当成心目中的女神 不不不你不要带你 你闭嘴 小雨来 我觉得 嗯 在就是以目前来讲的话 在工作上他确实很像我领导 对我也很信任 要求也很多 啊我来了这么久 在生活上吧 在生活上对我又很像家人 又很像姐 啊 但是更多的还是像领导 我的老板 是只有这个吗 你不觉得他很像你女神 或者怎么样吗 当不了一点女神 我跟你说 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啊 你还 你还想希望人家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呀 不是 就当女生你不得有喜欢的那种点吗 他他 他他可能对我更多的是一种尊敬 或者是 是啥 我我感觉不到 我真的感觉不出来 怎么做的这么近啊 因为屏幕小呀 那我不想你可以把手机这样子拿远一点呀 你看这样子屏幕就大了吗 不是拿远一点就看不清字了 对这样子可以 可以吧 我祝你们这样的幸福 哈哈哈哈 不是什么回事 你别老笑你说句话呀 两位我真服了 真的 那我说啥呀 不是吧 如果我是一个助女 我坐在那里的时候 绝对不是这样子做的 你知道吗 不是那你看他咋应该他不就这么做什么还咋做推的呀 我看你之前的助理也不是这种这样子的呀 我没注意过这个事情说实话 那你觉得这个助女他的工作做的怎么样 挺好的 不是我觉得你们都很奇怪呀 如果他的工作做的不好 那我重新再给你找一个女的助理 女助理说实话 我之前找过 但是劲太小了 我东西一出门 行李啥的都盯不动啊 对吧 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去我去跑腿 他腿长跑得快 取个钥匙 取个快递 把取个这个那个的老快了 女孩他自己得的磨叽半个小时 然后才能帮我去取 对吧 这个给个给个信马上就去了 还是男孩快知道吧 速度快 好好 来咱这边说一下吗 今天小冬就播到这里了 我就下播了 你们去 领导的直播间里面逛一圈好不好 这样吗 没有没有关注领导的给领导点人关注 我看领导多少粉丝 领导现在4000 4600了 破个5000行不行啊 咱们今天这样子咱们给领导破个5000 好不好 家人们 家人们点点关注 对给领导破个5000 小冬吃醋了 哇 把这个阳光玫瑰贴出去 家人们把这个阳光玫瑰贴出去啊 阳光明媚 他是我领导 我了吗 然后呢他也是我姐我们两个认识 六年了 一年了 快七年了小冬 我们两个认识六年快七年了 我们两个又在一起走又在一起了知道不 懂我的意思不 就正儿八戒的就是他帮我当成弟弟 我帮他当成姐姐 然后他又是我的领导 就这么一个关系 啊 你横什么 好 你横什么 你们说是普通姐弟就是普通姐弟 行了吧 我不说话了 哎呦 哎呦 来直播间所有家人嘛 咱们到领导的直播间里面去逛一圈 家人嘛 咱们去磕磕CP刮啊 然后呢我小冬就今天就播到这里了 我因为我今天开了车弄挺累的 说实话然后呢 我也还吃饭 我准备做个米饭 然后做一个那个包仔饭 然后吃一下呢 所以说呢我就先下直播了好不好 点点关注家人们 别做饭了小冬 你别做饭了 一会儿跟我出去应酬是吧 能不能不喝酒 嗯尽量 家人们点点关注快 瞄准我们直播间点点关注 你跟我走吧 一块去行吗 不让他去加班 完了咱俩就吃这个啥去 家人们听懂了吗 他让我去加班 让小冬 今天让我不喝酒 那去了还不是得喝 所以说我不去 不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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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就简单吃个便饭好不好 不可能 因为还有其他的人 所以简单吃个饭吧 算了算了算了不去不去 你去了又得喝酒 我昨天晚上都喝死了我 不让你喝 我昨天晚上都喝死了 我我真的喝不了我 等我信吧等我消息 你你等我联系你啊 不不不我真不去我真不去 你不要联系我啊 我联系你我一会儿肯定给大家 我真不去 你说的不好用 你说的不好使 哎呀 手机手机关机了这样吗 手机只有2%的电了这样吗 充电 你给我插上电充电 我 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充电器 但是我用的人关注我 就放不了 哎呀 您不让你说 我充 我充电器忘了我 我充电器放到马边我忘了 我一会儿去你家敲门 去不去 去不去 我去你家敲门给你拎出来 我再敲门我就 告你骚扰 你必须跟我去今天知道吗 今天很重要啊 真的 不行 不行 必须得去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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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去今天你带着给你带着去 我真的不去 你不错就得带他去了 我不想让他去 好你带他去 我们真的不去我真的 他得加班 他加班 他加班有加班费钱 我加班没有加班费钱 你应酬你是应酬好吧 应酬那这是应酬这种东西是你们领导的事情 关我批事 你也要搭在的吗 今天对吧挺重要的 你我我这么重要的事情 领导你让我去你放心吗 领导这样子 我觉得这场你怎么说呢 你去就行了 这种事情是领导的事情 对不对 跟我没有什么事情 来直播间 所在家呢 咱们都去领导的直播 你们去关一下啊 小龙就下直播了 拜拜手机没电了 要关机了